有些年轻同学,有些正在就读大学,有些在海外留学,希望放弃学业,好好修行,听经念佛,但与家人看法有所抵触,请问老法师,应如何抉择? 学佛首先要懂得,效仰父母,奉司司长,父母不同意,你暂时把学佛放在一边,先把学业完成,这是你父母对你的期望,要把熟练好, 把学位拉到之后,学佛跟你读书,跟你工作都不会有抵触,学佛是守规矩,开智慧, 你守规矩,无论从事哪个行业,你一定会做得很好,一定会得到社会大众对你的尊重,你是个好人,尤其是修净土, 确确确确实实实,像华严经上所讲的,离思无碍,四思无碍, 学佛呢,就希望你每天,你在学校读书,学业很重要,每天抽出一个小时,听进,在网络上听可以,在卫星电视上, 因为这个电视是24小时,通通通都有的,所以无论在世界哪个地区,你在你自己的时段里面, 你,我们现在这个经视是,播是8个小时,两次重播,因为每个地方时差不一样, 实际上是每天播8个小时,3、8、24,所以全世界可以收到,你就在什么时候方便,你把这个时段选好的时候听进, 这个不能够缺少,天天天经就不会退传。